解说一下,第一个的话 我们课程的主轴是在那个 就是Excel里面的高阶函数啦 所以有些函数你应该知道,可是你不会用的话 那当然相对的你的效率会是比较低落的 所以再来的话呢 那除了说在Excel里面 除了函数之外 其实还有蛮多功能,你可能要一定要知道 比如像枢纽分析表啦 那还有枢纽分析图 甚至是聚集录制 然后到VBA等等的 那这些其实都还蛮重要,如果说你懂的这些功能的话 将来在处理相关的资料 其实就会相对的 比较容易一些,而且效率会比较高 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其实说真的只有 3个小时 所以其实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把我原本 这个课程本来是至少30个小时以上的时数啦 要把它全部讲完,其实有限制 所以呢 相关的补充资料 我有把它放在那个 GG.GG 这个Excel VBA 3.1.1.9这里面 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可以到那个 链接上面去找一下 那 待会的话呢 请各位 还是就是 帮我开启那个 练习档 练习档里面 我们就会 针对那个Excel里面 比较重要的那个功能 去做一个说明 那比如说呢 其中有关那个 像文字与之内的函数部分 底下我有列出一些相关的参考书目啦 还有就是一些 相关的课程的 这个简介 那 另外的话呢 我是希望说学完这个课程啦 你至少要学会几件事情 第一个当然 你要知道说在Excel里面内建多少函数 并且最好能够 把它都熟悉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理解 代替死背 因为里面的这些函数 其实说你如果每个都要死背的话 那基本上 你可能背不完 还有就是说呢 它其实使用上面有一个固定逻辑 这个逻辑如果你懂的话 那当然你就可以很快知道说 即便你没有用过的函数 那你也 知道该怎么去操作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内建函数不存在的话 比如说你工作需要某些函数 但是 Excel里面却没提供的话 那我们可以自己 再利用VBA做设计啦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呢 相对是比较困难的 那我们需要利用所谓的开发人员 自己写出对应的程式来 OK 那其他的话当然 有些比较简单的 过渡的一些方法 可以帮你产生VBA程式 那就是所谓的录制区期 那其实录制区期简单讲起来 就是帮你把Excel里面做的事情 比如说 你滑鼠键盘 所做过的动作 它会自己帮你 把它 转变成对应的VBA程式 OK 那当然你就有些不会写没关系 用录制里也是可以帮你产生 其他的有些进阶的功能 如果各位 假设未来希望能够朝向那个一键完成所有的报表 这个目标迈进的话 那当然你可能还是需要多学一些技巧 那这是我相关的简介 因为我最早是程式设计师 然后 后来担任过这个 资讯公司的执行长 然后 目前的话呢 在这个学校啦 或者在业界 帮忙授课 那这个证照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就有关就是说那个 上课用书 那当然如果各位有实践的话 如果想要完整学习 建议是可以买书 在全部稍微把它完整的学习一下 但是其实 大部分同学比较会有问题 可能会 看懂 这个书上写的内容 但是做不出来 这个可能性还蛮大的 那所以我今天主要的重点 就教各位呢 怎么样 比较简单的 直觉的 可以把一个 问题给解决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 帮我开启 第一个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的话呢 请各位开启那个 范例档案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 这个练习档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了 这一天的话 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的问题是需求 就是第一个 我希望呢 可以把 F到H 这三个栏位的资料 帮我合并之后呢 变成一个完整的手机号码 那手机号码的格式大概长这样 怎么样吧 123 有点像填空题 这个填到这里 这个填到这里 但是呢 一定要3 那这个也是这样 一定要3 填到这里 所以总共会有三个部分的资料 然后呢 透过这三个 怎么样把它完成到这里 那里面其中有一个是用and的符号 也把它串接 再来的话 重复几个零 然后这边重复一个零 这边重复两个零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呢 我要补几个零的问题 那补几个零的问题 其实方法很多 不见得一定用REP 想到直觉 这个应该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所以你们可以 假设你对以石油函数 比较熟悉的话 你就想 其实 这个是不是最好的方案 如果不是那你可以用别的 那其中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以怎么串 第一个 等于嘛 一定是09开头 所以呢 这个地方一定是串 前双引号 09 后双引号 09 然后后面的话 and 加一个11 然后把它串到这边来 但你可以不用全部打完 你先打勾一下 0911 然后再一个减号 所以and 一个减号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后面这个84 不过这个84 如果你想要是哪 and 后面再串一个这个 这个趋势的话 打个勾 那你会发现 这个少个零 那可是问题 你现在如果补一个零 那后面如果不用补零 不是多补了 所以呢 我们其实应该要做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判断它里面 是不是有三个字 如果不足三个字的话呢 那我就补几个零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几个字 那各位可以参考那个 我们下方这边 有 其他的这个 这个工作表 那其中的话 当然如果你假设对于REPT不熟的话 那可以稍微练习一下REPT 比如说呢 我们这边要补几个 几颗星 那也就是说如果100 100比 销售量给一颗星 那当然呢 后面如果58就去掉了 反正满100 就给一颗星 满200就给两颗星 OK那等于是后面的小数点 其实 后面的那个位数就不管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 游标先放在 C3储存格 然后插入什么呢 这边一般习惯 插入 函数之后 会选择类别 那一般习惯我会先选那个文字类 因为这个是跟文字有关 里面的话会重复 重复0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就用REPT 那接下来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 重复 什么样的 文字 比如说我重复星号 那重复几次 当然你如果点选销售量的话 他会出现158的颗星 因为重复158 所以 把它出100 那你会发现出100之后后面出现1.58 不过因为星号没有那个 点58 没有那个一半的 所以呢 理论上会只出现1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 后面小数点他其实自动帮你舍去了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向下填满 那理论上应该可以 其他都做出来 可是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向下填满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先把1给锁起来 因为1没有锁起来的话呢 那你向下填满他会自动加1就出错了 所以打勾 你如果锁起来的话 他这个 C2就不会变成C2了 你向下填满 他会固定在第一列的位置 OK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REPT 那其他的话LEN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个 身份字号到底是不是正确 那一定是10个字嘛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呢 找到LEN LEN的话呢 直接选取 你要的那个文字 这个身份字号10个 按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呢 字串的长度 算出来 其中有两个是错误的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 性别 这个需要用到MID的函数啦 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身份证第2个字 如果为1的话就男生 如果为2那当然就女生 OK所以 这个请各位自己再练习看看 那还有LAPT LAPT这个地方 就是算 开头几个字 那这个有个变化题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 比如说呢 这个名字我只要取 前面的姓 然后后面加上他的姓别 如果是男生那就是先生 女的话就是小姐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请各位也许 待会有时间 可以先试着做做看 然后呢 如果会 REPT 也会 LEN 那我想这个问题呢 就比较简单了 如果我要补几个0 在前面的话 那这个公式呢 该怎么写 OK 所以请各位呢 先试着把 第1个范例先打开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后面 的部分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